台湾师范大学来到阿里山乡举办邹族教育体系与邹族教育学座谈会 广邀各民族实验学校以及学界人士参与 而大帮国小校长就点出 老师在上课时经常发现教材内容会因为不同氏族而有出路 导致家长认为传授内容错误 老师也难判断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邹族传统文化 不没有统一的东西 包括会访 那天长辈也有提出这样的流传是错的 是这样的会访是某一家的校长写出来 老师遇到这困难之后 就会说到质感教授有一些通责性的东西 他不会比较太深 对此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汪明辉表示 邹族不同社群甚至士族 在传说祭典上都因为历史脉络有些微差异 但并不代表哪一种才是正确的 建议学校能标记出处 活用不同氏族的知识体系 让孩子学习完整的宗族文化 只有选择性的刚好选择某一些氏族 其他氏族的东西就没有进来 这个会形成知识上的不完整 所以我觉得他在政策上必须要保持开放 然后知道今天所教的东西要很明确 这是属于哪一个氏族 让大家知道我今天选的是这个氏族 而阿里山国中小校长则提到 推动民族实验教育 最困难的是如何留住学生 尤其升学主义下 如果没有特色 家长宁愿让孩子离开原乡就读 因此打造族语族群文化的学习环境 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另外关于师资培育 经费来源等 中央圆明会也派员出席 表示会将教师们的意见整合 带回讨论 希望产观学一起 共同建构完善的民族实验教育 原自新闻 Nabu 嘉宜阿里山采访报导